赶紧跑,犀牛过来了,糟糕,受伤了 哎,没有了 我今天本来早上坐船去奥尔卡三角洲里面欣赏风景 因为花了很多钱嘛,花了将近一千块钱 我今天好像起来心情就特别差 因为早上得知南非签证悲剧了 那米比亚的签证还持续办不下来 旅途的时候,有时候心情都不是特别好 但是一会儿才要总统很高兴这样子拍视频 突然就觉得特别委屈 天哪终于又重新坐上了船 进入到这个三角洲 今天是正式开始 博赤娃娜的三角洲太险之旅 hello 现在是冬季,就是枯水的季节 所以动物会比较急动 只能看到很多动物 然后这个场所它还挺好的 它还特地去买了可乐 他都看我不太开心 想让我开心一点 嗯?不想 嗯?不想 我觉得现在心情好像好人心 这一楼等会儿就可以看到好多好多动物 期待 吃饱料 吃饱料 看来我们这个录影 有东西 对 啥 这什么事 野生 海 他们要通过来 好 这都是大城大面 那我们还保持 哦 我们是保持 我认为 他们只是通过来 然后甩到我的床 都不想 他们想 嗯 有蛮豬的 妈妈 我们现在搭好帐篷跟这个向导 想打算去附近的森林里面转转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动物 这里就是一片 没有信号 没有人烟 哪都没有的地方 可以吃够 这个向导还带着个光影信 吃够 我们现在就要开始 野生动物的寻找之旅 向导的工具 光眼镜 和一把刀 knife 三角都是我吃完了 动物最多的地方 野生动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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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村秀 仙台上经线唸 返渗损 居住 abled 徒弟 大象往这边过来了 我们赶紧绕道走 发现了一群斑马 小心靠近他们 很行动 他们看着我们 他们看着我们 那个黑蝦的蝦 像这只古会的蝦 是有相互的蝦 那是物融蝦的 他们在水里 而且有些拌的胃 你说脊椎有毛吗 对,这是脊椎 是脊椎 这才看到公的斑马 哎呦 个罐子 上野行走的感觉真的很太酷了 要赶紧回去 趁这些晚上动物回来 都出来之前 不想太温暖了 那晚饭晚吃饭了 上周湖上我时刻到了 我先走 湖面上无人机不好降落 所以手指被刮伤了 不过没想到向导居然带了急救包 晚上向导还认真给我重新消毒包扎了一遍 还嘲笑我一点小伤就哇哇叫 愉快而充实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